为了全力防堵四大公投 民将政府似乎在最后纷纷 选择打出了恐吓牌来应战 经济部长王美花 今天甚至搬出了燃眉数字 强调三接不盖势必会缺点 公共新达港屋林投村民 在早上举了白布条走上街头 抗议台电新达电厂新建的机组打桩 所产生剧烈的震动 50多户人 他们的住宅墙壁都军裂了 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今天一早高雄新达港屋林投的村民 今天一早是举着白布条来进行抗议 而且真实的走上了街头 因为他们抗议台电新达港这边的 新达电厂新建机组 已经造成村民的房屋 墙壁可以看到都已经裂开了 而且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生活 我们来听一下村民的说法 今天一早大约是有二三十人集结抗议 除了抗议台电施工震动影响之外 空气也不满了这个粉尘 而且可以看到窗户随便一插手指头都是黑的 也指控台电让村民的致癌率提升 台电也派出代表来接受陈情书 面对村民的诉求表示会持续的沟通协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迎订阅 转发 打赏就行 继续的招商